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8月4号星期五 韩国经济现在严重衰退 出了很多问题 之前我们也报道过 首先是虚拟货币的暴跌 韩国有一些人就有点赔的就快要上吊了 后来房地产又出问题了 现在接下来韩国的出口也出了严重的问题 出口暴跌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韩国经济开始严重衰退 原先文在寅在的时候跟中国关系还不错 有的时候还能跟中国搞一些经贸 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拉抬作用 现在隐形约上来之后 一屁股坐到美国那边去了 跟中国的关系现在是急转直下 现在据说还要搞什么萨德 你想搞萨德 中国他能高兴吗 对不对 没有这种硬的摩擦 但是我想经济上的可能东西都会有 而且我记得之前 在那个谁的时候 文在寅前面是那女的叫什么 还是被抓进去 朴槿惠的时期 也是因为萨德闹得非常的不可害交 当时中国基本上就出了所谓的这种禁韩令 禁韩令到什么程度 就是说几乎所有的韩国的影视剧音乐什么的 在那几年都不许进中国 不让他们来挣钱 因为韩国 你看我想我记得在那之前的时候 还有很多韩剧看什么大长津 什么乱七八糟的 是不是 但是从那之后好像就少了很多 后来文在寅上来之后关系好了一点 又有一些韩国明星能够到中国来挣点钱 我看要这么搞下去 如果隐心悦一门心思一定要把萨德搞完的话 我看估计后面你可能又看不见韩国的这些影视明星了 我估计什么电影电视剧歌曲又要写几年 又有几年你又看不见了 对韩国的经济肯定也有伤害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我们来看看 韩国因为它是全球的芯片显示器 显示器成品油的主要出口国 因此韩国的出口数据一直被看作是全球商业和科技需求的一个金丝雀 就是什么 就是之前伊德马斯克不也说 说金丝雀已经死了 第一个矿工也死了 尸体将会堆满坟墓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在矿工抹挂矿带个金丝雀 金丝雀要死了就说明氧气不够了 就是说起到一个市井的作用 所以说韩国就是全球商业和科技需求的金丝雀 他说韩国 但是韩国现在金丝雀现在给全球经济传来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海外媒体就是这样 你看中国的经济其实比韩国什么的 比美国基本面要好得多 但是听说中国要崩溃了 但韩国的消息基本上就不报道 但实际上韩国经济比中国糟的多 我们来看路透社报道 今年7月进出口数据显示韩国已经连续10个月出口下跌 韩国7月的出口额同比下滑16.5% 7月出口跌幅是创出三年以来最大的出口跌幅 韩国出口严重下滑的原因 当然包括几个一个是半导体产业低迷 还有油价的疲软 韩国的主力出口产品芯片在7月的出口额同比大幅下滑34% 当然这个也是因为韩国现在 隐心悦现在一门心思跟着美国走 要制裁中国 说有什么芯片不许卖给中国 不卖 当然反正中国也是吃亏 买不着高级芯片 但问题是你卖不出去 你要煮粥 是不是 你是打算煮粥喝 7月同比下滑了34% 连续12个月负增长 较上个月下降28%的情况 又进一步恶化 越来越糟 下个月可能还更高 说是石油制品石化产品钢铁 分别都是42% 25% 10%的出口下滑 然后韩国对美国 对欧洲 对中国 对东盟等主要地区的出口是普遍下滑 这来讲 我觉得美国应该帮一下韩国 韩国现在在帮助你打击中国 不管他这要装萨德 要把萨德搞完 还是要不卖给中国芯片 这种东西来讲 对韩国都有伤害 在这种情况之下 美国应该出手兜一下韩国 帮帮他 但是也没看出来 美国一向反正他就做玩法 没办法 韩国在 而且韩国现在出问题了 因为经济严重衰退 老百姓民不聊生 经济一衰退之后 有很多人就会出很多精神问题 压力大 韩国在最近一个月内 已经两度发生了 就是说持刀 无差别随机的 在马路上捅人的事件 已经造成了两人丧生 多人受伤 总统隐心院下令 在各地要加派警员 提供更多设备 警察厅长 隐心根宣布要加强 特别监察 包括增加巡逻和搜身 同时在发生严重罪案的时候 允许警察开枪 可以使用枪线 可以开枪 而且你说 这个还没完 最令人毛骨所缘是什么 韩国接连发生 这种持刀在马路上随机 就不认识了瞎捅 这种捅人 伤身事件之后 网络涌现多篇的杀人预告 令人的人心惶惶 就开始预告 说我跟你说 过两天我在马路上就随便 随便砍 你们出门小心点 老百姓一看这怎么回事 这怎么就出这事 然后警方也建立了一个专案小组 表示将严惩 就杀人预告帖子 不论你是真的要干 你还是就出来吓唬人 惹怒民心 但是你反正你这么搞的话 对经济也不好 导致很多民众 就比如说电视院不太敢去了 对不对 一些公开场合不太敢去了 一看能在家待着 大家待着也不敢出去出门吃饭 怕莫名其妙被人捅 对不对 出门就东张西望的 老是提心道胆 对吧 对经济可能他会有伤害 对不对 那么但是 虽然警察成立专议小组 我正在查啊 但是截止到8月4号啊 韩国全国出现了15篇 威胁行凶的这种帖子啊 警方称将大批警力 部署在相关地点 比如说他说了 我要在哪个火车站 我要去怎么着 他 这不成傻子了吗 对不对 他肯定是他本来又要去飞机场了 他说火车站让你们都去火车站 然后他飞机场人少 所以这个东西他防不胜防啊 反正警方呢 将大批警力部署在有关地点 以防的这个凶案发生 反正现在那个老百姓呢 就是说真的是 哎呀 人心慌慌 经济又不好 出口在下滑 出口一跌跌 跌30% 好 这朝着这个三分之一跌 然后这个虚拟货币也在跌 然后这个什么也在跌 房地产也在跌 整个呢 就是要报来 二十三的房地产 会不会引发这个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现在还还不知道 然后呢 再加上人心慌慌 有的时候信心足还好一点 现在信心也没有 不但没有信心 而且还提音吊胆 那这种情况之下 说实话 呃 我不太看好韩国的经济 我觉得他现在 现在只能说叫衰退 严重衰退啊 还没有到崩溃 我看这样下去 恐怕离着崩溃也不远了 呃 那一旦崩溃了之后呢 你不知道为什么 韩国经常出现很多什么 恩号房啊 什么乱七八糟 那种就是什么那种 溯源案啊 就那种让你看着毛骨耸耸耸的 就是那种特别的 我也不知道他那个人就是 我们以前在纽约 我不说过吗 住在那韩国区就是啊 平常看的时候 特别特别的那个 有板有眼的 一过来就来 鞠躬 大老眼就就就鞠躬 然后呢到晚上 特别明显就是那 寒餐就是晚上啊 临吃饭之前 一会儿来了之后 哎鞠躬 就这样特别客气 你知道吗 特别有规矩 等喝完酒出来之后 我又骂街啊 吵啊闹啊 交换啊 你知道吗 就真的是交换那嗓门之大呀 这那个吵吵啊 然后就是哎呦 喝完了酒之后 那个人就整个就都变形了 都不是人了 跟跟前面进去 那个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知道吧 就那韩国人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那社会 是不是因为平常太压抑了 导致就是有点事了之后 一旦放开了之后 就经常搞点那种 就吓你一跳的 吓你一跳的 那个事啊 所以我就不知道 就经济好的时候 大家人门狗样的 经济一旦不好的之后 他可能没有工作了 或者过不下去了 他可能放开了之后呢 真是就胡捅了 瞎砍 你知道吗 啊 所以呢 我觉得我建议呢 在韩国留学的 这个或者在韩国工作 生活的一些中国小伙伴呢 还是要小心 那这个事情 千万不要掉进去 当然有些人说 那他们都骗人的 网络他就瞎喊 他不敢干 这个不好说 这个可不好说 所以呢 我觉得在韩国你要生活的话呢 我觉得你还是要去 有一种说 防御性的 保护自己 经常那什么一下 我有一个朋友在纽约 他天天坐地铁 知道吧 然后呢 他说他在坐地铁 说如果要等地铁的时候 他一定把后背 靠在一个柱子上 那地铁站 没有那种柱子 或者墙面什么的 他一定靠在哪儿 知道 然后呢 就这么看着 这样避免的有人从后面 把他推到那地铁站里 因为纽约出现好多次 莫名其妙的 不认识人 把给别人推 推地铁下面 知道 所以就特别小心 提铁吊胆 所以韩国这个呢 我觉得呢 也还要小心 然后不行的话 就向拜登学习 既然美国出入枪击案 就进枪 韩国既然刀捅人 我觉得学下中国新疆 菜刀呢 实名制 把菜刀上面 刻上每个人的身份证号 哪把菜刀惹的麻烦 就找哪个人的麻烦 我觉得呢 拜登这么搞了之后 他管中解决问题 我看看 向拜主席学习 好吧 那进行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